第1季 追光 追光营业中 开始营业了 有贵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徐志贤 哇哦 当初接受节目邀约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个工作人员跟我说 这件事的时候我就 我就不要去 我很想要有这种 这种舞台去表现自己 我一直以来都是在拍戏 追光吧第一季我也有看 对 然后其实我当时跟我 我的 嫂子特别喜欢看 然后我嫂子就说 之前 你怎么还没去参加 这类型的节目 我也想去 那这次可以来之后 是不是第一时间和嫂子分享 我就直接跟她说 我要去 她们都超开心的 你的初舞台播出后 大家会是谁样的反应 不确定 我当然希望是好的 现场给你的反馈是怎样的 还真挺好的 为这个作品准备了多久 屎花 三天 真的三天 所以没有做得很好 最后的结尾姿笑得很灿烂 想到了什么 我在笑我自己 我就是有的地方错了 哪里错了 这个具体说吗 我跟斗没有反好 初舞台的造型能简单弹弹吗 这里吗 对 微微的 我那个扣子是这样 你说多扣一颗呢 又不好看 就是得再下来一颗 对 就不是刻意的 是想要说 哦 那么V 可是扣 它那个衣服的扣子 它如果扣了 然后它会有种崩的感觉 然后下面的会有一个洞 所以我就说 要不解开吧 最想和谁一起组队表演 健好哥 你最期待谁的舞台 健好哥 没参加这个节目之前 和谁最熟 没参加 健好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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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钱是他 我第一部戏跟他拍的 我跟他那时候是 演他的情敌 我就很开心 能参加 然后跟他在同一个节目 就好几年就没见了 对他的充印象是 就是 就第一次见就觉得他很酷 就不太敢跟他讲话 后来觉得 就是开始疗伤 就敢去跟他聊这样 然后原来他很好 然后他也特别的照顾我 他是怎么照顾你的 他什么都照顾我 就是 之前来 来我那个休息室 来一起吃东西 一起吃饭 有时候我也没有休息室 然后他说来 进来我的休息室 我就觉得 哦 很好 他对情敌真好 对 戏里是情敌 戏外是一个好 好 那你们在节目中 有没有什么约定 其实我们 一开始就有约定 我们在拍戏的时候 然后当时就特别好 然后我有跟他说过 哥 我真的 有生之年 我想跟你同台这样 他就是我的一个爱豆 然后 我能跟他同台 我是觉得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 然后今天实现了 就跟他坐在一起 所以在节目里 我觉得我会满年 我就 就满年着他的 我看你在休息室 经常和你老乡尼昆聊天 我当然也会常跟尼昆在一起 因为有时候我也会觉得 他会不会有哪里不太懂 然后我可以随时就帮他说一下这样 可是他中文 我觉得他现在不需要 他几乎都听得懂 你跟他有私交吗 我跟 我跟尼昆的妹妹有合作过 我跟他之间有聊 有 是网友 就是在 在微信里是朋友